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周二病逝 引发中文舆论圈对他的功过热议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促成苏联解体 是他要负担的历史责任 但也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贡献 就是结束了共产党对苏联的统治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 在中西方引起的舆论反应有显著的差别 西方媒体纷纷称颂戈尔巴乔夫 帮助结束冷战 推动两德统一等历史功绩 称其为历史伟人 但中文舆论则在他促成苏联解体等问题上 争论不休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 戈尔巴乔夫先生 曾经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对他病逝 表示哀悼 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赵立坚聊聊几句话 只集中在中苏关系 给外界解读官方对戈士的态度 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位仅6年 1985年他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 出于对苏共执政70年 却让苏联陷入严重困境的不满 开始对苏联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官方公众号赤江轩 刊发了一篇文章 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 心思为下的这一系列改革 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终让苏联这个庞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 建党93年的苏联共产党 宣告自动解散 这个结果让人无比错愕 但在自由的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外 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 却受到了激烈的反驳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于茂春 向本台分析说 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释放了苏联社会的活力 首先党禁报警开了之后 那么就有这个跳出共产党之外的 那么一个党外的一个体制 像叶尔卿这样的人就出来了 另外一个呢 那么就有继承选举 继承选举的结果就是把共产党的继承官员 全部都选掉了 这就是民主的这个活力 戈尔巴乔夫常常被外界称为共产主义权末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是在他手中解散的 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苏联解体 原先与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也做鸟兽散 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反对共产主义 他在青年时期就是共产党员 在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中 熟悉戈尔巴乔夫的人介绍说 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只是改革共产主义 而不是取消这种制度 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认为 戈尔巴乔夫身上显然还有历史的局限 当时他对这个民主的制度那种设想 我想肯定是非常微弱的 基本上他是从一种人道 然后从政治宽松的角度出发 同时以救国 甚至当时有一些让党能够更好的执政 方面就考虑走出的那一步 他强调每个伟人走出一步之后 其结果往往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日子 恰逢中共二十大前夕 习近平将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传闻 已经皆知相闻 舆论间愈加重视领袖人物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在1989年的访华形成中 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后者在六四事件之后被获下台 坊间常有人将赵称为戈尔巴乔士的人物 余茂春则认为中国的悲剧并不是没有戈尔巴乔士的人物 中国的共产党内的改革家改来改去 还是为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就像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初衷一样 因为如果说没有党外的这个推动 没有人民的力量 没有摆脱共产党的完全控制的党外的力量 中国的民主 中国的这个开放社会 是没有前途的 自由亚洲电台王云 华盛顿报道 8月31号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在任的最后一天 也是各方瞩目的新疆人权报告预定出炉的一天 围绕这份延迟已久的报告 美中之间一直在继续角力 这份报告到底会怎么写 北京的持续施压会奏效吗 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8月31号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任期最后一天 透过推特巴切莱特发表告别感言 呼吁每个人 包括国家 公司 公民 社会 与世界各地无数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 为无话语权者发声 他还赞扬那些人权捍卫者 敢于持续提出尖锐问题 为什么一些社区的声音 被忽视 为什么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情况 没有得到改善 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努力 找出解决方案 不过巴切莱特的这些提问 似乎更像是给他自己的 今天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和人权工作者 都在焦虑等待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 发表其拖延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告诉本台 但如果到今天的工作日结束为止 那么还不能够发表这个文件的话 那米歇尔·巴切莱特的这个讲话 就是为他的虚伪 为他的软弱 为联合国的福能 所做的一个最精彩的注释 巴切莱特此前以信誓旦旦 表示会在今天 也就是卸任前最后一刻发表这份报告 围绕这份难产的新疆人权报告 美中角力已有一段时间 并在临近发表前达到新高潮 8月30日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首先发表推文 强调 指此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 我的心与被中国拘留 或失踪的数亿千计维吾尔人亲人同在 并呼吁巴切莱特 发表这份各方都在期待的 联合国新疆人权报告 针对格林菲尔德的声明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也马上发出声明 反称美国对中方造谣抹黑 无端指责 以及对国际组织工作 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并抨击美国是强迫失踪问题的重灾区 周三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中方如何评价巴切莱特的工作 中方对他没有发布涉疆报告 是否表示满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 称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 坚决反对联合国人权高专 发布所谓涉疆报告 他还指责报告 完全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势力 一手策划的闹剧 希望高专本人作出正确决定 为何中国要如此强烈地干预 联合国这份新疆人权报告 伊丽夏提认为 联合国是二战后 人类为阻止任何类似于 纳粹的种族灭绝等人权灾难 而设立的里程碑式机构 联合国发表的报告带有一定分量 他还表示 如果报告得以发表 不管其内容强弱 对于作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 都将是一个极大压力 是对中国政府这种野蛮做法的一个谴责 伊丽夏提说 这份报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它是由联合国发表 确认这种种族灭绝事实的存在 也就是对这一事实盖章加以确认 这个章子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章子印在那张纸的时候 那个报告上面的时候 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响亮的一巴掌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质询时表示 假设该报告准确反映了中国政府 针对维吾尔人权侵犯行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 它将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关键催化剂 是维吾尔人经历的重要反应 也标志着没有任何国家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美国的倡导组织维吾尔运动执行董事 巴山·阿巴斯告诉本台 巴切莱特等待最后一天发布报告 也是在玩弄现有系统 外界甚至不知道这将是怎样一份报告 如果他做了正确的事 发布的报告是许多专家和受害者证词的实际发现 并反映了我们家乡发生的真实情况 那么他过去就是不想面对来自中国政权的压力 或者任何形式的反馈 阿巴斯说 巴切莱特的行为实际上证明他没有勇气做正确的事 他不该等到最后一刻才发表这份报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外界预料习近平连任在即 求是杂志星期三看出了他两年前 也就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 讲话的重点仍立足于所谓新格局新理念 事隔两年旧文重发 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专家给出了看法 今天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8月31日 中国官媒新华社出版了第17期求是杂志 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29日在北京召开 此次是旧文重发 中共十二大前官方杂志旧文重发 聚焦习近平谈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 这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 他告诉本台 发表讲话时正是疫情除奇 而中国在习的领导下 说要先走出疫情笼罩 正是台春风得意之计 事隔两年求是才推出习近平的讲话稿 释放了党内斗争的信号 习近平现在在一个跟头 所以经济上现在大改权就交给李克强了 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经济上大权旁了 你看李克强非常活跃 如果真是这样李克强 实际上就在全面的复辟到邓小平那去 常委做了决定 李克强在拼命在抓经济 李克强抓经济 借着就经济为名 实际上全面复辟回到邓小平那块去 邓小平发展经济主张分权 然后下面去做事 政府少管事党少管事 而习近平就是要党多管事要积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日召开回忆决定 中共第19届七中全会将于10月9日召开 11月16日 中共第20次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 外界预料 近时习近平将正式取得连任 如今则是陈埃洛定前的关键时期 王军涛认为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 拥有国务院仍是任免权 作文重发是他在吹响集结号 要求党内人员站队 以获取对党的全面掌控 为接下来的集权获取更多支持 这篇习近平的旧日谈话还再次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或国家 必须有一只政治过硬 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中国时事评论人王健告诉本台 中国官媒作文重发并非罕见 中国官媒会根据目前形势发表之前讲话 其实都是为了解决当下需要 目前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重要时期 王健认为再次刊出这篇讲话是为了与其管理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内政外交形势都不大好 大家气都不大顺 那么对形势呢都不乐观 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来稳预期的 马上开二十大了 你如果对未来预期都觉得不怎么好 你这会还怎么开呀 在讲话中 习近平提到要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 危和疾病存为中有机 为可转机 同时他强调 国家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是以全国同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五位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 北京公安提醒异议人士不得发表评论和接受外媒采访 目前当局全面排查出租屋以及外来人口 各地驻京办人员忙于遣返在北京的访民 今天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前夕 北京多位外省人士本周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北京公安开始排查外来人员 并禁止业主降房屋 借给无固定职业者或者访民 在京访民马女士告诉本台 北京警察十几天就开始清理了 访民都抓回原籍了 十几天前 他很容易将来杀人 我跟那个潘丝尔干钱 就这一楼六十户 那一家爱护茶 把我一个杂技 地方来人都有在北京执法权 昨天我住这个村 又整个西楼了 这挺紧张的 开会老百姓真是走了样 马女士还说 静静的访民东躲西藏 唯恐被抓回原籍 再遭到软禁 一个浙江台州访民 已经失联多日 另一位辽宁访民张女士 告诉本台各地访民 均被户籍地 政府方人员软禁 甚至被拘留 当局除了实施疫情管控 在几乎没有疫情的北京城内 对疫人士一发出 禁止发表实事评论 和接收外国记者采访的提醒 一位独立学者说 警方就是一个意思 在二十大之前 不允许我发出任何声音 不能写文章 不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这是他们反复的跟我讲的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什么办法呢 据网民说 为了确保二十大前北京安保措施 万无一失 天津石家庄保定 承德等周边数百万人 已经被当局以实施疫情防控的理由 限制自由 微信视频号 孙怨平在周三早上拍摄一段视频 他说 今天是2022年的8月31日上午8点57分 我所在的地点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某生活小区 这个小区连续七天每天做核酸 今天停止做核酸 这个疫情办公室通报 石家庄市长安区连续三天 在静默管理的过程当中 没有核酸阳性报告 没有确诊病例 他还说 政府通告 如果连续三天没有阳性和确诊病例 就应该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 低风险地区连续7日没有核酸阳性 不知道为何还要封锁小区 不让居民下楼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中共二十大于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大会的议程预计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 选举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和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廷报道 8月31日是香港反修例示威时 大批市民在地铁太子站内 被警察殴打的831事件三周年 事发时 警方封锁发案现场三十个小时 时隔三年 香港的记者和前区议员 仍不放弃寻求831事件的真相 但因为当局不愿意公开全部资料 和启动独立调查 使831事件成为公众心中的悬案 向前请天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2019年8月31日 香港警方速龙小队的大批成员 在香港港铁太子站内 处理政见不同人事冲突期间 突然用警棍殴打在车上那一批怀疑是参与反送中示威的市民 当时有人头破血流 有人跪地抱着痛哭的一幕 让香港市民难以忘怀 当时警方以调查为理由 封锁太子站长达30个小时 引发包括太子站有人被打死等众多的传闻 不少记者曾参与调查 希望能还原真相 香港记者嘉欣是其中一人 嘉欣对本台表示 太子站被封锁期间有很多疑问 需要警方、消防和港铁回应 才能查清传闻的虚实 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不小的困难 只能拿到林善的资料 事件过去三年 嘉欣表示 831事件对他来说 还有很多疑问没能解决 解不开的谜团就是 港州警察之后 几十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 解不开的谜团是 把所有记者赶走后 在太子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当晚有多少警员在站内 警方做了什么 在车站内的市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究竟有没有人严重受伤 或所谓的有危机的状况 警方或其他在场的人员 有没有人出错 或者做了不可告人的事 嘉欣表示 港铁太子站的四项记录 对记者和公众来说 是追查真相最有利的资料 但当局和港铁不愿意回应公众的诉求 此事件的真相难以还原 在陈彦霖和周子乐的死亡事件 都有CCTV视频提供 但是在831太子站 政府每次交代当时有多少人受伤的数字 每次都有不同 就是这种不禁不时和含糊其词 已让公众很难相信当局的说法 在信任已经崩溃之下 港铁最后也只提供CCTV的截图 不愿意公开视频 整件事件的处理 你看到警方和港铁是放弃了市民对他们的信任 让事件变成一件悬案 除了记者 有不小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 都曾经要求政府启动独立调查 还原831事件的真相 前区议员朱江伟是其中一人 他表示831事件对香港人来说是集体的相通 需要具有公信力的调查 让公众消除疑问 他表示担任区议员期间 曾连同其他民主派的区议员成立委员会调查 但当局不允许委员会运作 他对不能协助市民解开谜团 留有遗憾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都不能确定当天没有人死 要求独立调查就是为了离清这件事 政府只是一直都说没有死人 但不容许其他人调查 只是用强权说没有死人 谁腰穿有人死便拘捕谁 这样的处理只会让公众怀疑事件一定有内情 只要有真相 社会才能走出阴影 但很遗憾 我们以尽能力都没有办法做到独立调查 朱江伟表示 831事件对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 以及整个香港社会都具有标志的意义 象征市民对香港政府和警察信任的崩溃 他表示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疫情不能聚集 市民不能到太子战献花纪念831事件 但不代表香港人会忘记事件 他相信831的事件在每个香港人的心目中 是不能也不会抹去的基因 只有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台北报导 台湾苹果日报交易案告吹 由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旗下 所有新闻平台将成为历史 台湾苹果日报负责人业一坚 鼓励员工到新平台后 好好努力再创一番天地 而新买家潘杰贤则创立新平台 一评新闻网 招聘绝大部分前台评的员工 请你本台记者纯音的报道 台湾苹果新闻网 将于礼拜三23时59分期暂停更新 17直播创办人 新加坡商人潘杰贤称 研判目前形势估计不能让交易继续进行 因此决定透过农程资本 成立全新的一评新闻网 在9月1号震慑营运 他已经交聘大概96% 200多位前台评员工 加入新的公司 这一位黎智英创办的一评媒旗下 所有新闻平台 装成历史 台评负责人业一间 礼拜三下午到台评办公室 参与台评珍重 再见下午茶会 面带微笑 与员工合照留言 他们都搭着台评最后一起推出的口罩 现场也有准备写上平安的大奶油蛋糕 有员工向本台透露 早上因为大家都要收习东西 所以话多话少 弥漫一股低气压 但业一间来到后 公司的气氛肉高涨起来 业一间接受苹果新闻网采访时说 大家好好珍惜 好好去那边好好努力 再创一番天地 好 加油 有在台评工作19年的记者医术 最深刻是跑高雄气爆新闻 只差一分钟就被炸到 他说很喜欢苹果的精神 与重视团队合作 未来希望新公司能够赚钱 本台记者在台评营运最后一天 到其办公大楼外 随着台评关灯 其招牌可能会被拆走 因此不少台评员工与其合照 已任职八年 张不愧转到新公司的台评财务部员工 米尔对本台说 我们已经坚守到最后一刻 米尔不禁乐泪 他说一直都在想会不会有人接手他们 让苹果这个品牌继续下去 但好像真的没有办法 他说苹果对他们很好 他们的收入跟待遇都非常好 但转到新公司 也不知道未来状况 而新公司也没有邀请他们部门 因此他离职后 张稍作休息 米尔说潘杰贤主要邀请记者到新公司 他觉得是很有诚意 但即当初潘杰贤想要收购台评 米尔有这个看法 带了18年的业务部员工陈小姐 在受本台访问时说 非常不舍 基于个人生涯归货 而不打算要到新平台 他觉得心情很复杂 也不晓得新平台有没有 嫌叙到台评的精神 感觉好像 但好像又不是同一个东西 另外有台评员工有话 想要对李志英说 我很感念李先生做的一切 释放李志英 除了有台评员工到大楼外合照 也有台评读者 其中彭小姐对本来说 台评在台湾曾经创造过媒体历史 带给台湾人不一样的新闻角度 与传统台湾媒体不一样 他还说很佩服李志英 他是一生反共 即便有能力也不离开香港 过他的太平日子 开了另外一扇窗了 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新闻跟我们以前想象的 因为台湾的历史你应该也清楚吧 台湾最早是戒严 所以他其实最早的媒体只有三大报 然后那个每一篇登出来的文章都要经过审核的 其实是有点思想控制的 然后后来当然报警开放之后有新的媒体加入 可是那个旧的习惯是不会改的嘛 然后可是因为苹果是香港来的 然后李志英他们的做法是跟台湾传统媒体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他是为台湾的受众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事 对于新平台一评 他觉得还要再观察 他觉得一个媒体是怎么样的逆长 在他的文章是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所以都骗不了人 礼拜二 全新平台一评新闻网APP已经能够下载 虽然说9月1号财政社营运 不过可见8月28号已经率先有七篇财经 国际社会等新闻刊出 尽管潘杰贤在记者会上强调 新成立的一评新闻网与台平市两个平台 但是一评的双传广告写上一千一苹果 与当初苹果打折 每日一苹果 每人能骗我的旗号盛事 另外潘杰贤强调 一评有200多位前台平采访团队 人知人味打造 点入苹果新闻网首页 已经出现与一评新闻网的连结 也有标语写上 苹果下一站一评新闻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陈英台北报道 美中两国不久前 达成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中国政府随即将在9月1号实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限制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 这是中国政府在为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留后手吗 请听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中国周四将实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办法将硕及既往自2021年1月1日起 向境外提供10万笔个人信息 或者1万笔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 需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美中两国刚于8月26日签订审计合作协议 同意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至香港审查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资料 当时中国证监会就在官网上指出 美方查看的审计工作底稿等文件 将通过中方监管机构协助调取 合作协议对于审计监管合作中 可能涉及敏感信息的处理和使用 做出了明确约定 针对个人信息等特定数据设置了专门处理程序 而北京将在9月1日实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不经令外界质疑 这是否意在阻碍美方检查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告诉本台记者 中国很常以信息安全作为借口 封存审计资料 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也是中国阻挡审计资料公诸于事的手段 他认为中国政府背后真正的目的 是在隐藏这些大公司背后的股东 你知道中国的很多的大型公司 他们都是这个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就是现在呢要到了国际上来上市的时候 那些代持的办法在国际上是不能够允许的 你真实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你的股东的那个名单上 在美国从事审计工作的李恒青还告诉本台 北京害怕股东名单外泄后 百姓看到国家领导人们虽然领着公务员的薪水 却富可敌国 便会引起中共政权动荡 路透社报道 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的审计资料 将在下个月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检查 检查地点将在香港 阿里巴巴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市值最高的公司 截至28日 公司的市值为2480亿美元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从今年5月审议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到颁布并于9月1日就要实施这一办法 完成立法程序的速度 凸显中国官方对于所谓网络主权与数据安全意图牢牢掌控的决心 却也让已经在资本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面临美中双重监管的两难处境 然而经济下行的压力 却可能是中国官方不得不妥协的主要原因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中签订审计协议 是因为自2001年起 美国定立法规 允许监管机构对在美上市的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检查 而美中虽然在2013年对监督审计的方法达到共识 但中国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未将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资料交给美方 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下 审计协议人能达正 报道认为 这反映了北京对自身经济前景也有担忧 在国内经济已因房地产市场低迷 以及新冠清零政策遭重创之际 中国担心若中资企业被迫从华尔街摘牌 会加剧国内经济衰退 这才让中国愿意与美方协商 使审计协议得以出台 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立法 如果监管机构在未来三年内 不能获得在美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 该公司就必须下市 但前投资银行家汪浩 在接受本台电访时认为 就算美中签订审计协议也不会为美国监管机构 带来实质注意 这是因为现在的协议 让美国得以到香港检查审计 但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是有两本账 一个是他在中国国内做的审计会计 另外一套他在香港请了国际的会计事务所 帮他再做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审计 王浩分析如果美国监管机构在香港检查数据 他拿到的也是修改过的数据 若非审查实际数据 那能带来的监管意义便不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报道 广东省东莞的一家有36年历史的老牌港资企业 爱高集团本周二宣布停业 该集团通告表示 公司近年来转型新产品投入巨大 又恰逢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对以出口型为主的公司影响极大 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严重亏损 难以为及 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香港企业爱高集团本周二发出的停业通告称 近年来公司转型新产品投入巨大 又恰逢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对以出口型为主的公司影响极大 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严重亏损 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公司管理层虽想方设法多方寻求支持 苦称数月仍无法扭转推势 公司已经是全面停产停业状态 经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 决定爱高东莞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正式停业 爱高集团是在1986年在东莞投资设厂的港资企业 主要生产和销售电子制品自行车插头控制线 还设立研发机构 研究和开发电子产品新技术 在行内可谓久富盛名 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坤 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东莞曾经是港台企业在中国设厂的首选之地 早期的港资和台资实际上都集中在东莞惠州 就是珠三角一带吧 那个时候因为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而且是廉价的年轻劳动力 在那个年代为世界的廉价商品 应该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 本来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现在主要是倒车的速度太快 蔡胜坤所说的中国倒车速度太快 指的是中国经济正在由开放型 急速转向封闭型 她说随着产业链外移 许多企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 她不断地在抄袭西方国家 她总是想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之后 要超越别人 导致西方国家越来越高度的警惕 公开资料显示 爱高企业东莞有限公司 隶属于大型港资上市公司爱高集团 是国际著名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 爱高东莞公司位于东莞后街镇标志旁 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 并于2013年8月 牵制后街高科技工业层次级的工业园内 园区占地380某 总面积20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达3亿元人民币 员工人数最多时达1万人 蔡胜坤认为 从中国社会形态分析 即使中美之间未发生贸易摩擦 没有新冠疫情 产业链也会移出中国 因为外商在化投资的风险越来越大 他说 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 遇到的关键问题是 产业链正移出中国 造成订单外溢 对此时事评论人士孙强对本台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政治需要 而不是真正的要开放市场 中国市场要服从政治需要 几十年来虽然我们也改革开放 但是我们这种开放是实际上 它本质上来说 它是为政治服务的 政治的需求 所以它才开放这个市场 开放经济 那么政治的需求 同时也可以让经济 激发经济往回走 也可以不开放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政治第一 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 经济难已成为中国众多电子企业当前的常态 而中小型电子企业情况尤盛 有经济学家指出 任何一次经济下滑所带来的经济复苏的挑战 中小微企业都承受着最大压力 如何在重压下生存下去 成为他们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8月上旬 东莞一家有30多年历史的 港资凯山玩具厂宣布结业 并既是前散员工 原因是接不到订单 东莞捷银精密五金制品公司 定于31日停产结业 另有多家民营企业因订单不足 宣布结业和让员工放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解放军星期三又派出多架次的军机 军舰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 而台湾的国防部在最新版的中共军力报告书中指出 中国搭配民用航空器与无人机 以迷衍军方式侵扰台湾 增强制造灰色地带的冲突 外岛金门近来就频遭中国民用无人机的侵扰 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反制后 金门守军首次射击驱离中方的无人机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31号晚间9点 发布31号征获解放军机62架次 解放军舰7艘次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的活动 台军运用任务机舰 以及安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 此外31号晚间又出现了中方的无人机侵扰金门 台湾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发言人张荣顺少将 指出 这是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访台之后 中国8月已经出动了约29架次的无人机骚扰金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 那到时候我也可以讲我放几个鞭炮下下麻雀 到时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则说 中国自古有民讯不请自来为之贼 所以不论是闯空门还是空中偷窥 台湾人民我们都不欢迎这种贼 中国共产党威权扩张主义政府老把骚扰其他国家当成生活的日常 区域麻烦制造者的头衔果然当之无愧 外界质疑台湾军方反应太过软弱 邱国正说外岛官兵压力大 是他要求国军冷静克制 但对岸做出不平和不理性的动作 台湾将重新思考如何应对 蔡英文总统30号赴澎湖空军防空连雷达中队 海军146舰队 市岛接战程序演练 设计操作程序演练及机动雷达的时候指出 敌军越是挑衅 我们越要冷静 我们不会让对岸有不当的借口 来制造冲突 我们不会挑起战端 我们自我克制 但不表示我们不会反制 我已经下令国防部 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的领空安全 蔡英文表示 明年度国防整体预算规模已经达到 5863亿元创下历史的新高 成长将近14% 台湾将持续推动国建国造 国机国造 提高装备 补充弹药存量 提升后备战力 发展不对称作战 蔡英文下令反制之后 台湾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发言人张荣顺少将指出 30号又有4批4架次无人机轻扰金门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31号发文称 现在严格说来台军已经开第一枪 这很严重 金门守军正在把台海局势带入一个发射实弹并且可能击落目标的危险时代 像大陆资产发射实弹一旦造成击落 前方可能是全新的博弈场景一个用实弹互射的新空间 对胡锡进反咬台湾开第一枪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我们并不是挑衅在这一边嘛 我们一直一直在很克制的 很冷静的在守卫自己的领海领空 那反而是一直在挑衅越界 然后侵入别人领海领空的那一边在指责对方 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 徐志祥指出 中国向来否定台湾的主权 不管领海领空 出此挑衅的言论并不意外 但台军有守护领土 领空和领海的责任 即使是小型的无人机侵扰 多次警告不离开 不管软杀 硬杀干扰 当然要做必要的处置 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反应 台湾国防部坐济式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林文黄表示 国军一向以盛战作为思考 不会轻起战端 林文黄说 此外 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国防部31号 随2023年国防预算书送交给立法院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新增了非军事行动的章节 说明中国利用民用航空器 无人机或是探空气球 侵扰台湾外离岛以及本岛 进行监侦侵扰 更透过科研单位 海钓船 海侧船等以明眼军的方式加强台海周边战场经营 海上民兵也配合中国的海军 海警部 从事联合训练 增加台湾海巡兵力的应对负荷 台湾国防部分析解放军对台的可能行动 包含认知战 灰色地带 联合军事威慈 联合海空封锁 夺战外离岛 斩首作战 联合火力打击 全面进犯等等 解放军最终必须透过海空数据将登陆部队输送至台湾本岛 达成实质的占领 关键在优先夺取 制电磁权 制空权 制海权 预料会采先摊后登的方式 也就是先摊换后登陆的方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 台北报道 几十年前 自行车大军曾是北京 上海 广州等城市街头的常见景观 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变化 这一景观在这些大城市已经消失 然而就在今年的8月31号 自行车大军却在广州珠海区重现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今日的海珠人一夜会到 这是一段目前正流行于中文网络上的视频中的声音 这段视频以一个男生用粤语说 今日的海珠人一夜回到开始 接着配上了一段有些挨碗的音乐 随着音乐声响起 多张展示广州街头自行车大军的照片被展示了出来 这些照片有的拍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还有一张拍摄于2022年8月31日 地点都在广州海珠区 广州海珠区的市民之所以会大量依赖自行车出行 复活多年未见的自行车大军 是因为当地的大量地铁站和公交车站已经停运 而停运的原因则是因为当地出现了几名新冠感染者 在8月31日举行的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毅表示 8月30日我是在社区常态化核酸检测中 发现两例新冠肺炎病毒阳性个案 截至目前在密接排查中发现五个感染者 感染者6和7与感染者3在同一游泳场所有共同暴露室 根据广州当局公布的信息 上述共7名感染者中 有三人居住在海珠区龙凤街 两人居住在海珠区江南中街 另外两人住在攀育区大石街 其中6名感染者为轻症 一人为无症状 疫情则是由新冠病毒奥米克戎变异株B276引起的 在8月31日 海珠区多地已被当局化为高中低风险区 地铁2号8号广佛站的8个站点宣告停运 76条公交线路途经有关站点时将进行跳战 海珠区居民吴先生告诉记者 目前他的出行受到了很大影响 他已经加入了自行车大军 他说 出行肯定受影响了 地铁站封了 上班过站 出行肯定受影响了 我去上班的地铁站封了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到附近的站 再骑单车过去 我站又再踩单车过去 根据广州当局的防疫政策 海珠区从8月31日8时到9月2日24时将会被强化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此外 深圳中高风险区人员前往或返回广州 则将会被赴红马及3日居家监测 吴先生表示 他的一位同事因为这个政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说 我认识的一个同事本来要从深圳出差过来的 因为广州对深圳过来的 我认识的一个同事本来要从深圳过来出差 因为广州对深圳过来的防控辩演 行程都取消了 因为他一过来就要红马隔离3天 过来就要红马隔离3天 目前中文社交媒体上正流传着不少广州海珠区市民 骑自行车浩浩荡荡的出行的视频 并引发人们的大量评论 在社交媒体抖音上 有人表示在海珠的自己为了上班花了两小时 一条高赞评论这样说 疫情令一线城市倒退30年 自由亚洲电台科学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在中国从事维权活动而遭拘捕坐牢 后来流亡美国的中永 家人包括奶奶 岳母和伯父等亲友 都被中国政府监控中 岳母张灵因为害怕而出逃 如今被加拿大移民中心拘留 等待难民听证聆讯 中永一家人盼望自身的经历 能够让外界更多地关注政治犯家属遭遇的困境 今天记者柳飞的报道 原本就读于广西大学法律系的中永 一直关注公益问题 2016年5月 他与父亲一起带领家乡广西中山县村民 开展抗疫政府强占土地 强拆民居的活动 随后被捕坐牢 出狱后他仍然遭到骚扰迫害 2018年他与父母陆续逃离中国 但是噩梦没有停止 因为中永在美国仍然持续为中国民主自由发声 他的亲人在中国成了被监控的对象 岳母张玲原本单纯只是音乐老师 并没有沾染政治 甚至不知道中永是政治犯的背景 但今年要去迪拜治疗常年耳机就遭到刁难 要求提供所有医疗记录和迪拜医生信息等 张玲说中永发给他机票信息后的一个多小时 公安就找上门问话了 质疑他出国动机 他一开始只是觉得奇怪 后来女儿说明了中永背景 才知道被监视了 觉得很可怕 直到登机前 张玲都还遇上刁难证件和保险资料等重重阻碍 千军依法上了飞机到迪拜 仍然遭到公安电话骚扰 这一连串的折腾让看完病后的张玲不敢再回到中国 辗转来到加拿大申请难民 寄望能够获得平安 目前仍然被拘留在加拿大移民中心的张玲 透过视讯接受记者访问 她说现在虽然不能够外出自由行动 但心灵是自由的 移民中心内的照顾很好 女儿女婿可以探访或是通电话 现在只担心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被拒 因为自己一回去 一定会被抓去坐牢的 中勇说站在第一线的抗议者和政治犯不仅自己受到折磨 周遭的亲友都成了被中国政府欺压的无辜受害者 因为中勇在海外持续批评共产党 让中勇在中国高龄80多岁的奶奶 两次被公安带走问讯 每一次扣押都将近一整天 中勇说8月30号凌晨大伯父又来了电话 警告中勇一家人在海外要老实些 否则连累整个家族 因为我奶奶给我岳母写了个证明书 说明我奶奶被国安局抓捕过的这个过程 现在国安局又来威胁我大伯和奶奶 说要断掉奶奶的退休金和养老金 然后大伯情绪很激动 说我们在国外也不要反对共产党 否则我们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中勇说大伯写了一段文字严厉批评他的行为 说他弄得家族抬不起头来 文中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他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大伯的心底话 但他是奶奶代大的 以前和大伯亲如父子 这几年很少来往 他明白共产党就是要透过威迫 让所有人闭嘴顺从 我是直接从法学院被抓走的 在我坐完牢逃到美国以后还没有停止 那么他们没有办法把触角升级到美国 去迫害我们的时候 那他们就迫害我们在国内的亲人 他们就是变相的像我岳母 我奶奶 伯父啊 家里这些人 就变相的成为中共在大陆的这些 我们的人质一样 张玲的女儿刘言 挂验着母亲的安危 他说因为中勇的关系认识了很多政治犯 也才更知道中国社会中有那么多 不公不义的事情 只是多数人要不是被蒙在鼓里 要不就是故意视而不见 在国内政治言论控制的这么严格的情况下 他们还敢发声的这一批人 恰恰是最爱国的一批人 他们敢于揭露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 冒着生命危险 向国家 向政府去反映 但是他们却遭到了迫害 钟勇和刘言说 他们亲友遭迫害的例子 只是千万人的一个缩影 很多中国有良心 敢说话的人都有一样的遭遇 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这些人 和他们亲友面临的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在中共体制下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而高层政治是统帅的统帅 灵魂的灵魂 自由亚洲电台 夜化中南海节目 为您关注中共高层 人事动向和派系分野 探讨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 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 主持人高新先生 已撰写近20部相关研究专注 敬请关注夜化中南海节目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白宫宣布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将与日本和韩国的 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三边会谈 预计将讨论如何维护 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包括如何应对 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 美 日 韩高级官员 今年曾经多次发表共同声明 表达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 并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遵守国际法和维护 台湾海下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 国际媒体星期三的消息还说 在三方会谈后 沙利文将与美军 印太司令部的官员 讨论美国的军事同盟 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之一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进入寒冬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31号的报道 按照合同销售额的排名 碧桂园多年来 都是中国最大的 房地产开发商 该公司周二公布的 上半年利润 巨降96% 住宅销售同比减少了三分之一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30号发布消息说 中国一架TB001侦察攻击型无人机 当天下午飞过冲绳本岛 和宫古岛之间 并在东海和太平洋之间往返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 紧急升空应对 台湾工业总会31号 公布中国风控措施 对华东地区台商的影响调查 基于分散风险考量 超过六成的台商表示 将增加中国以外地区的投资 约9.3%的台商 考虑将生产线迁出中国 此外 有近八成的台商认为 风控导致订单利润双减 俄罗斯官员和立法者 星期三在对戈尔巴乔夫的逝世 做出反应时 谨慎逝世 赞扬他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 但对他未能够避免苏联解体 表示遗憾 各位听众 这次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